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向各位播报 Parents, Beware Kawasaki Disease 支持我们 请在视频的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13号 今天是星期六 首先 各位观众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我们海外华人直播的话 就请在视频的右下方点击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景色 现在在做直播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还可以点赞我们 Thumbs Up OK 或者是转发给你的朋友 那么还要特别 感谢一下我们的爆料人 一个神秘匿名的爆料嘉宾 他呢 为我们海外华人直播 一直默默的提供线索 这个线索呢 就是由美国和加拿大 涉及到一个公民权利啊 咱们的安全受到威胁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案子 叫做STD Food Scandal 就是性病病毒食品丑门案 他的一个爆料人啊 这个爆料人特别要感谢 青海省统计局副局长 康宁副局长 他的父亲呢 去世以后啊 或者往生以后 向他托梦 给他爆料 好 这个 我们也向这个伟大的爆料人啊 致敬 我们知道当代的爆料人 有很多了 远的不说 郭文贵先生算是一个爆料人吧 那个 你们那样算是一个爆料人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看看 只要哪一位有什么线索啊 需要爆料 那么 我们海外华人直播啊 力量有限 但是呢 也是 给说出真话 爆料的人提供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的原则 就是我们一贯讲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始终不办高深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然后呢 我们的风格就是一刀不剪 唯一你要讲的话 你说的话 你负责责 你提供证据啊 出事你自己负责 好了 因为我们是直播 也没有办法去 像这个或者像那个啊 马上去印证 这样我们只是说 你打了电话 我们尽量啊 给大家提供一个爆料的平台 但是呢 这里面 大家把握尺度有限度啊 不要把别人的身份证号码 一些隐私的信息 我爆料出来 就可以了 好 这点我们跟大家讲的 开始到一个谈话的内容 首先呢 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敏感时候呢 敏感时候啊 是因为 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在6月10号 6月10号 他们的一个共和党 有个特别委员会 提出了一个 美国应对现在当前危机啊 或者当前对美国威胁的一些措施 他们这边呢 是大概美国的那些 在任的 现任的 共和党的那些 参议员 这是很有分量的啊 也就是说 参议员的决定 是整体总统要 美国总统是要执行的 他们要考虑是否执行的 或者说 参议员呢 就是执政党啊 川普就是执政党 所以他是 可以说是 共和党推选出来的 他们在这里面呢 就是认为 美国现有的威胁呢 就来自三个国家 一个 就是中共 一个 就是 俄罗斯 还有一个 是伊朗 这三个都是有 核大国的一个国家 好 那么 然后呢 他们提出了 一百多项 一百三十几项 针对这些情况 要采取的哪些措施 其中 大家 记住呢 他要 针对中国呢 提出了四十多项 措施 这四十几项措施里面 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啊 他这里面措施里面呢 有针对 反统战的 比如说他反对中国 他认为中国对 美国的渗透 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他说美国有两百几个机构啊 对中共渗透 然后呢 这里面 指出了 渗透里面 比如说 有这些学校啊 学生呢 还有很多的 大大小小的啊 那些 我们中国的那些商会啊 同乡会啊 这些低级别的 当然还有孔子学院啊 这些 这渗透现象非常严重 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 因为这个民主制度呢 的原因 在政治上 美国到目前为止啊 可以说 一直没有办法来找出 解决 应对 这种政治上 进行渗透啊 用你的舆论啊 来进行 呃 策划你 就是分化你 策划 这个到目前为止 就毛泽东 从延安 开始都用这个政策 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没有找到 一个有效的手段 所以共和党提出的 这些手段里面 他们呢 现在 也没想出 最彻底的 但是呢 他们就追查 追查什么呢 追查这个负责人 所以我们知道 负责中国统战的 这个中共统战的 这个负责人 就是汪洋 汪洋 最 最早啊 他把中美关系 主动的比 比作呢 是 对夫妻关系 他把就是 美国变成丈夫 中国变成一个 呃 那种关系 你知道吗 你是从属地位的 所以他这个 汪洋 他呢 是 呃 负责这个关系的 当然他这种描述啊 不准确 但某种意义上来说 呃 他是 描述 中国和美国之间 相互之间的渗透 以及 民主党的 尤其是民主党当政之间 跟中国的那种 呃 勾兑啊 妥协啊 啊 但今时 惊吓啊 尤其是武汉肺炎 啊 让美国人呢 啊 着实的 嗯 醒了过来 所以这时候呢 啊 我们看到一些情况啊 还有华为事件呢 啊 一系列的这些 啊 知识产权方面的 很多的这些 啊 优势 美国在失去 所以 美国呢 就感觉到他的知识界啊 知识产权界 还有他的那些 智库里面 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啊 被中共渗透 所以 他现在湖底出席 第一个 就是提名 提名 制裁 汪洋 然后呢 还有提出的一个人呢 要制裁的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是要制裁 啊 韩正 韩正呢 是在 嗯 负责港澳事务 港澳 港澳台 这些 啊 我们知道最近 有负责港澳台的 香港这一系列 很多的这些 违反人权的事 这些啊 港警在打人啊 等等 啊 引起美国的特别关注 所以 在制裁的名单里面 也有 江西啊 江泽民派的 这个 韩正 那 除此之外呢 他里面还有点了 啊 直接负责的 一个姓下的啊 也就是 浙江啊 当领导的 搞拆迁啊 拆 啊 负责 拆那个基督庙啊 啊 遗神令下 等等这种 还有呢 制裁 新疆的啊 姓陈的 陈全国啊 这些 新疆的负责人 还有一个呢 是 赵克勤的哥哥啊 是广西贵宁 赵克勤 他的亲兄弟 公安部的部长 那是 赵克 哎 小子忘了 赵克什么名字了 这是公安部长 啊 新疆的公安部长 他呢 主要是 也被制裁 制裁呢 他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 他收集 新疆人的 啊 比如说 柴雪 这些 所以他们 这次是非常 有针对性的啊 禁止呢 不仅是禁止 他们的中共官员 连他的家人啊 也一起制裁 另外呢 他们也用了一个 非常艺术高超的 一句话 是说 这些呃 官员的 呃 本人和他的家人啊 不允许用 美国的金融设施 这些言下之意 意味着什么呢 啊 言下之意 就是冻结 他们的财产 这可是要命的 因为 你要是冻结财产 他这辈子啊 捞的钱就白捞了 而且一旦冻结以后 那就要可能 等到下一任啊 中国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后 你才能 虽然这个财产呢 美国他没有拿你的 你要猴年晚院 你才能够申请啊 能够解冻 那这是一个 非常漫长的事了 啊 除此之外呢 他还要 限制他们的啊 中共官员本人和他的家人啊 进出美国的这种签证 伊萨等等 以及他的这些 状态 我估计 美国他早就把这个 中共先任领导人呢 他们的财产啊 都是 几十个亿啊 上百个亿啊 这些钱财 财产都摸得很清楚 所以一旦冻结啊 就是钱袋子被冻结了 这是 很多官员不愿做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美国呢 反制中国 进行分化 所以 这个措施会不会进行 会不会进行 有的人都很高兴 以为马上就会做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提案 这个提议 提议 我认为 很多的这种提议呢 是一个方向 一个警告 而且这个警告呢 是 川普总统呢 有的给的川普总统呢 一个 怎么去做 要做什么 还有 力度到哪 这么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美国人民授权 给总统的一个 上方宝剑吧 展药触摸的这种 方向啊 他都给你定好了 给你这个总统执行的时候 你到时候 该出哪个手的时候 用哪一把剑 你自己而设 那所以美国总统 他现在 会不会去马上做 我们估计呢 他不会 马上 因为 我们在第三条新闻里面 就讲了 美国现在在交头难尔 到处都是在抗议 前几天我们讲的 甚至那些 安提法呢 甚至要搞独立国了 很多的这些黑人在 被舆论操纵 在搞了其他的一些事 反美的事 3F美国这些等等 这种状况 川普总统 他没办法腾出身来 什么情况 他可能呢 采取这些措施 要采取措施的时候 一定是在 万不得已 要么情形非常紧急 他在总统大选前 或者他 可以说 马上要出事 就是威胁到总统的地位了 这时候他会出手 如果没有威胁地位 他可能等到 这个大选以后 再去做 这是两种情况 如果他要 马上要下台了 那他不如签一个字 就放手在哪地方去咨询 对不对 你要让我当不了总统 那我也不要让你好过 可能是一种 一种 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 等我反过神来 我再跟你 慢慢来 来抽丝薄解吧 再慢慢来搞 但是 美国他一般不会 给你慢慢囤囤的搞 他就是给你切块 或者是快刀转烂 他是通过一个案件 是对一个方面 一个系统 一个板块来进行操作 美国通常是这样一种风格 而不是说一个个案对个案 他是以点来待面 比如说 他要是抓到一个对孔子学院 渗透的一个案子 那可能他就对全国的 这个大学里面 进行措施 现在他们要采取的一个措施 就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过去是说你要是接受 中共25万美金 那时候呢 你就要向国家申报 美国的国土安全局 Homeland Security 这种去报告 现在他把门槛给你降低 现在已经降到5万 5万这件事呢 我们说 在美国5万麦当劳的人呢 打工的就是3 5万都可以 所以5万几乎你要是买到 买到一个美国终身教授 为你去说话 终身教授起码也有 二三十万美金吧 如果给他5万 他不会把你这个 为了一点事 来把他的退休金给搞砸了 他是这样想 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难说 在美国有个重大的事件 就是美国的那个 历史上 美国的原子弹的这个图 这个全套方案 居然是一个没有拿俄罗斯的 没有拿俄罗斯钱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教授 主动给前苏联提供的 因为他这些左翼的人 他就是在他的理念里面 他要搞所谓的和平 要平衡 他可能就为了这个理念去做事 反过头来 反过头来 那个中国也是这样 中国解放军里面有一个 有个姓牛的一个高官吧 就是解放军的一个大校 大校 管武器弹药的大校 牛什么名字了 就是当初宣布台湾 中国向那个台湾发射空爆炭 那个 他那个人 我们看他的案子里面 他也不是先拿的钱 他也是说 他要搞那个台海的平衡 他是在 那个在军人里面 他有一种 有一种就是兄弟不打兄弟的感觉 所以他是 也几乎是没拿钱的情况下 或者说拿很少钱的情况下 提供这种信息的 所以这种 一旦发生这种情形 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有的这个五万块钱 说多也不多 说少呢 那绝对少 如果你是买到一个 一个信息 重要信息 或者是为你说话的钱呢 所以美国呢 给你一个 一些松动 给你象征性的 好像是不管你 不管你 就是允许你 也拿钱 但是呢 他又有限度 让你做不了什么事 这就是目前 我们在讲的第一个话题 好 我们到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 那个Zoom Zoom 就是现在最近武汉肺炎 在美国和全世界流行 是很多 加拿大呢 比如说温哥华School Board 本库和School Board 他们就是用Zoom 来给那个中小学生上课 现在就非常流行 但是呢 Zoom 他们很快就暴露他的弱点 因为他的账号 秘密管理的账号 这个密室的发售地 是在中国 所以在这个没有发生之前 曝光之前的大家 比如说 很多的人都不觉得 觉得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秘密 也不怎么样 所以从你说 前段时间发病以来 我们也海外 海外华人之波 也报道了这件事 但是呢 大家都没有引起解决 也没有 觉得是一回事 直到最近 6月4号 就是本月6月4号 有一些团体 海外的团体 他们在搞活动的时候 结果Zoom 就把他们的账号 或者会议 全给取消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 用公司 对客户 进行审查 尤其是对海外的 美国加拿大的 这些团体 这种账号 进行审查 但现在他们 最近发出来 他说我们公司 承认了 他是承认 是受中共的影响 然后封海外的账号 但是所以呢 这一搞过去的话 前段时间 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 很多的会议 还是用Zoom来搞的 这下 大家清醒了 所以现在呢 绝对不用这个用 所以 尽管用发表的声明 对很多人的心理 现在 是主动不会用这个用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还是喜欢 在国外久了 都还是喜欢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 喜欢言论自由嘛 我说什么样的话 反不反共 都还是吃药 你要有言论自由 你也可以批评 批评川普总统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要批评 特鲁多总统 也可以啊 但是你要是把 这种平台性的东西 账号给封掉 那你就 是明显的 为外国在说话 这个 这个呢 你等于是 用的公司 你又上市在美国拿钱 但是呢 为中国办事 也就是说 为外国 等于成了一个 外国代理人吧 这就是他的性质 所决定的 所以呢 各位观众 你会不会 用这个用呢 或者是 你会怎么去用呢 如果是我 需要用用 可能我就拿另外一个手机 也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本身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可能是用另外一个 手机 随便拿个手机 或者是设立一个账号 这样来用 那也可以的 也没什么特别秘密 如果你没有什么 连线啊 或者干什么 你就 用一个 普通的手机去啊 但是千万 因为对方可以 远程遥控你 尽量你要多一个心眼 要用 就用 比如说用 Cisco的 Cisco它也有 也可以用Microsoft的 都有一个 网上可以开会的会议 也可以 当然你可以用WhatsApp 这种是在国外的 这种 相对 民主国家 这个美国加拿大的 这种软件公司 他们设在本土的 那你这样用的 比较 安全又保障吧 可以这样说 好 我们继续呢 刚才这个手机 WiFi是有问题了 电源不够 接下来我们到 第三个话题 就是 美国最近呢 我们刚才 到加州看了 很多的地方呢 已经发生了 这个黑人呢 的命 也是命 或者是 黑人命 命贵的这种 一系列的活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 在美国 现在 很多城市 连续的发生 有的是暴力的 大多数是和平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种活动 但是 星巴克呢 就做了一件事 星巴克呢 在某一个城市 他们的星巴克的 电源呢 就不让两个 黑人 坐在星巴克用 你不买我的东西 就不让用洗手间 然后呢 还叫警察把 给黑人 把他 给逮捕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 有歧视 这件事呢 引起了很多的愤怒 这一愤怒起来 我们看到 前段时间 就在奥克兰市 在 第九街 和他们的一个 主干道吧 在奥克兰的一个 主干道 那街角的那个 星巴克 也被凿了 那么 星巴克呢 是一个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公司 在西雅图为总部 但是 现在呢 我们看到 星巴克 前段时间呢 是不允许 穿上那些 支持 BLM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种运动 现在呢 昨天呢 他们 星巴克 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们花了 一百多万美金 要员工呢 提名啊 提案啊 也支持 这种 非牟利组织 拿出一百多万 另外呢 他们也印了 二十五万的衣服 比如 印了很多的那种 slogan 也就是印了很多的 呃 标语口号呢 写在身上啊 穿了黑衣服 这黑衣服呢 我们知道是 安提法 都是用黑衣服的 他用这黑衣服 来做底色 印了很多 比如说 黑人的命 也是命啊 还有 it's not a moment it's not it is movement 就是 这个不是 一时兴起的事 这是一场运动 啊 等等 来表达 他们现在也在支持 呃 风起云涌的 这个运动 所以我们 跟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跟大家 考虑一下 你认为 他是啊 健风死舵呢 还是他的公关 艺术 你认为 他是哪一种成分 比较多 啊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 啊 可以感觉到啊 啊 很多的这些 商业机构 星巴克 呃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 或者说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考 那现在在 整个美国风起云涌的左派 就是左群 有点像文革一样的 打砸抢的情况下 你要是一个商人 你不明则保身 难道你要去跟他们对抗吗 另外 呃 很多的商家 商户 呃 他们也希望给 星巴克一个机会 啊 所以呢 星巴克毕竟来说 啊 咖啡已经叫做 变成了一个叫做 lifestyle 也就是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 啊 所以 像我这样 每一天早上 必须要喝星巴克 啊 没有星巴克的日子 我现在也要买 买一点那种瓶装的星巴克 啊 就是或者是 边抽烟 边喝点星巴克 你看这星巴克 顺便装着星巴克 啊 所以我们在这样 跟大家讲呢 就是 当 一种生活方式 已经形成的时候 也不太容易改掉 就是 文化 是比较特别的啊 就是 文化是到一个 一个人的思想里面 或者到一个文化基因里面 它是不太容易改变的 所以星巴克 在我看了起来啊 星巴克 当然他们 说是在变 但是 星巴克 他最主要 他们的理念 他们原来的理念 是不参与政治 啊 这个要点 是他们原来声明的啊 我相信他更多的 他们是原来不想参与 过多的参与 啊 这种 呃 有暴力背景的这种 啊 这种运动吧 我现在呢 呃 面临到改革啊 如果这个改革 是 让美国更 更加和谐 更加 呃 peaceful啊 这种 绝对是需要的 因为每个时代 都在进步啊 我们希望是这样的进步 但是如果是 类似于像中国那样啊 你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在打招枪 我要干掉你 这个就不好了 好了 我们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始终不办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我们下期再见